早些年的时候,小资这个词很流行,而且大抵是包一词。 当时的媒体还列出了三个标准,满足了才够得上谈小资。 第一个是得月入一万元,第二是喝咖啡的时候要特地提醒逝者不要放糖, 第三是能够欣赏布拉姆斯的室内月和看村上春树。 小资就是当年那批物质相对充足,向往西方思想生活,追求内心体验和精神享受的小资产阶级们的简称。 把村上春树和昔日的小资们捆绑,一是因为孤独,二是因为格调。 村上春树小说当中的人物生活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 享受着资本主义带来的一些好处和便利,几乎从来不需要为生计担心。 但也正因为如此,社会的规范化和一致性让有着完整心智和复杂情感的个体被扁平化, 丧失个体存在感,因而感到无尽的空虚和孤独。 而尽管如此,他的文字又充满格调,虽然荒诞,但常常主题严肃, 虽然孤独,也不觉得晦涩阴暗,往往在无尽的绝望之中还能够给你一些细细碎碎的小确信, 让空虚的心底突然有了心心点点的希望。 比如这本《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的主人公,我, 作为一名陷入深度孤独的宅男,在黑暗的地下执行完任务, 刚回到自己的小屋,昏昏沉沉疲惫不堪, 这个时候应该两眼一闭倒头睡去,但他不, 他先是从冰箱里取出冰块,做了一大杯威士忌, 然后打开音乐,脱衣上床,在床上一小口一小口喝起酒来。 虽然身心俱疲,但是这一天中,最后的美好节目却是省略不得的。 我愤爱钟爱这一片刻,如同钟爱美丽的黄昏时分的清新空气。 这么一来,仇云惨物的人生,好像也没有那么绝望。 这本《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出版于1985年, 是村上春树的早期作品代表作之一。 作为村上的青春三部曲之一,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在国内的影响力虽然远不如挪威的森林, 但在村上文学当中的地位却不容小觑。 书中包含了太多大众文学的流行元素, 除了浪漫闲适的小资情调, 还有灯红酒绿的都市生活, 荒诞不惊令人脑洞大开的冒险旅程等等。 小说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可圈可点。 而就《思想内涵》上来说, 它又是一部主题深刻,具有教化和启发作用的作品。 除此之外, 本书是村上首次采用了两条故事线, 双线并行的手法展开叙述, 描述了两个虚实难辨, 相互独立又巧妙重合的世界。 其后的作品当中, 村上开始多次使用这样的叙述方式。 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 正是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他自小就不喜欢,按套路出牌。 在他人生当中的前二十年, 所有不良少年会干的叛逆行当, 他都干过。 不务正业, 每天都搓麻将, 烂交女朋友, 在酒吧和电影院里消磨时光, 抽烟, 翘课, 上课读小说, 不找正常的工作, 而是选择开一家当时来说, 名声不怎么好的爵士乐酒吧为生。 二十九岁那一年, 据说有一天, 他正喝着啤酒看着足球, 突然就收到了灵魂的感召, 决定要写小说。 当即买来纸笔, 写出了长篇处女作, 且听风吟, 三十岁即获得日本群像新人奖,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成了笔杆子专业户, 成为日本文坛不能忽视的存在。 他先后获得古奇润伊朗奖, 卡夫卡奖, 耶路撒冷文学奖, 安徒生文学奖等众多重要奖项。 不过, 近几年把村上春树推上风口浪尖的, 除了他的畅销小说, 还有诺奖多年陪跑王的称号。 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开奖前夕, 村上春树的名字都会出现在 博彩赔绿榜的名单里, 赔奖率越来越高, 然而当事人似乎并不怎么在意。 他说, 假如我得了诺贝尔奖, 伊拉克战争就不会爆发, 如果事情是这样, 我自然也会感到有责任, 但这样的事情绝无可能。 不若如此, 他便不是村上春树了。 好了, 那介绍完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下面就为你来详细揭秘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平行世界的奇幻之旅。 第二个重点是冷酷仙境的自我失落与孤独。 第三个重点是世界尽头的自我寻找与救赎。 好了,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平行世界的奇幻之旅。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本书共有四十章节, 通过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 书的奇数章描写冷酷仙境的世间百态, 而偶数章则着力叙述世界尽头的生活样貌。 两个世界表面上看是相互独立的, 却又在细节处有千丝万缕的连接。 冷酷仙境中故事发生的背景是经济高速发达的大都市东京。 故事的主人公我是一名计算士, 主要的工作就是做数据处理, 受所谓的组织管辖。 一次工作当中, 我结识了一个学识渊博的奇怪博士和她漂亮的胖孙女。 在这个胖女孩的指引下, 我只身前往博士位于东京市中心的地下隐秘的研究室执行计算任务。 临行博士赠予我一个罕见的独角兽头骨作为礼物。 为了查阅这个头骨的来历, 我去了图书馆并结识了在那儿工作的一位未扩张的女孩, 相处生欢。 但是紧接着, 我也因为这个头骨而招致了一系列的麻烦。 先是一高一矮的两个来历不明的人破门而入, 把我的住处搅得翻天覆地背盘狼藉, 末了还在我的肚皮上划了一刀。 随后组织派来的人又对我各种盘问威胁。 好不容易亲近下来想好好地养伤, 博士的胖孙女又跑来告诉我, 博士被一种居住在地下的恐怖生物夜鬼袭击, 生死不明, 要我敢去营救。 事情紧急, 我只好随着他潜入夜鬼出没的阴暗地下, 在经历一系列惊心动魄, 险向缓生的冒险之旅之后, 终于找到博士。 随即我也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我不过是组织的一个试验品而已, 组织通过脑手术夺取了我的记忆, 控制了我的思维。 更加残酷的是, 我被博士告知, 因为程序植入失误, 我在这个冷酷仙境中的生命只剩下短短的二十多个小时。 我将在这个世界死去, 然后坠入到一个与我自己构造的叫做世界尽头的意识世界。 事实再残酷, 那也是事实, 除了接受, 别无他法。 我回到地上, 同图书馆的女孩, 度过了一个温馨的夜晚。 第二天, 我开车前往港口, 在细雨萌萌之中, 陷入沉睡。 相较于冷酷仙境的波绝云轨, 惊心动魄, 另一条主线世界尽头的生活可以说是, 十分安逸宁静, 波澜不惊。 这是一个四面高墙围绕, 与世隔绝的镇子。 镇子里到处是气氛祥和, 居民们与世无争, 亲和友善, 彼此之间相安无事。 然而, 小镇看似静密安宁, 就有很多不自然的地方。 首先, 每一个进入镇子的人, 首先都要被割去影子, 主人公我也不例外。 这些失去影子的人, 等到他们的影子死去之后, 就彻底失去了心, 没有欲望, 没有感情, 也没有爱。 而那些不能够完全失去心的人, 就被放逐到一片森林深处, 去过着艰苦的生活。 镇子的看门人, 看管着我的影子, 并让我成为小镇唯一的独梦人。 每天清晨和黄昏, 都能够看到独角兽成群结队地出入小镇的奇特景象。 而我的工作就是, 每天到图书馆, 读取死去的独角兽头骨当中的古梦。 图书馆里的女孩, 我的助手, 是似曾相识的模样。 被囚禁的影子劝我, 趁早同他一起离开这个诡异的地方。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 走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 绘制地图, 意图出逃。 在这个过程中, 我竟然开始慢慢融入了小镇, 并爱上了图书馆的女孩。 在决心出逃的前夜, 我帮图书馆里的女孩, 寻回了她失落的心, 并且发现, 是我自己造就了小镇的一切, 就此改变了主意。 我如约按照原计划跟影子出逃, 在世界尽头的出口, 难免水潭, 影子众生跃入。 而我却决定, 留下这世界尽头, 带着各自的心, 和心爱的图书馆女孩, 还有手风琴的音乐一起, 生活在森林深处, 为我自己建造的世界, 负起责任。 冷酷仙境和世界尽头, 这两个世界平行展开, 最后又相互重合, 合二为一。 独奖寿的头骨, 图书馆女孩, 主人公我, 见光流泪的眼睛, 还有带给心灵慰藉的音乐, 都是联系着两个世界的相同意向。 有人说, 冷酷世界就是现实世界, 而世界尽头是内心世界。 然而, 事情似乎没那么简单。 冷酷仙境确实是以东京为背景的大都市, 它本来应该是现实的, 但事实上, 我们却能够看到, 更多的非现实的事物出现在了冷酷仙境当中。 比如说, 位于地下的奇怪博士的研究室, 折服于地下洞穴的不明生物——夜鬼, 以及博士在计算式大脑当中所动的高科技手脚, 这显然都是脱离现实的科幻片。 而另一方面, 看似完全虚构的世界尽头小镇中, 反而出现了更加真实细腻的生活场景。 四季分明, 次序更替, 小镇居民各司其职, 瓶颈琐琐的日常生活仿佛触手可及。 正向译者林尚华在这本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新版序言中指出, 村上在这本书中不动声色地打破了 现实与非现实的界限。 所以简单地把冷酷现实和世界尽头 做现实和非现实的区分确实 稍显武断了一些。 另一种说法可能更加站得住脚跟, 也许冷酷先进与世界尽头 哪一个都不是纯粹的现实世界, 而是构成心理学中所说的 人精神世界的两个方面, 意识与无意识。 冷酷先进所代表的意识层面 更多的是受到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影响, 而世界尽头所承载的无意识的世界, 虽然也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投射, 但始终还是有自己说了算的余地。 虽然说,对于村上作品当中 意象的深度解读, 无疑是自寻死路, 但无论如何, 我们至少能够从小说本身的描述当中得出, 冷酷先进更接近现实, 而世界尽头小镇更契合内心。 好了,以上为您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世界尽头与冷酷先进这本小说 所构筑的两个平行的世界的故事梗概, 以及对于两个世界所指代的意识的简单的分析。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冷酷先进的自我失落与孤独。 在更加接近现实的冷酷先进中, 包括主人公我在内的所有人, 如果要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 这个词就是孤独。 先来看看主人公我, 一出场就上了一部莫名其妙的电梯, 先是没有任何的按钮开关, 连照明的灯都没有, 等到门关闭了以后, 平滑的四壁就分不清哪里是出口。 我在里面分不清是上升还是下降, 也不知道它是在动还是就停在原地, 更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被就此困在这里, 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不过我呢, 对于这种情况大概已经麻木了, 我一个人很久了, 五年前妻子不告而别, 没有孩子的拖累或者说温暖, 也似乎没有其他的亲人。 由于我是一个跟数据打交道的计算士, 工作起来需要集中注意力, 几乎是没日没夜, 我好像呢也习惯了这样的状态, 不工作的时候就宅在自己的小小的公寓里, 窝在床上睡觉喝酒, 听听音乐或者看看书。 一个三十五岁离异, 身居简出的技术宅男, 看似独善其身的生活, 自己却不能左右。 由于一块奇怪博士送的独角兽头骨惹来横祸, 家里被砸得狼藉一片, 肚子上还无端被划了一刀, 组织的人前来查看, 还要各种盘问威胁。 我看似是组织的人, 实际不过是他们实验的工具, 同仁争抢的筹码。 我被他们随意地进行了脑手术, 剥夺了记忆,控制了思维, 最后还因为搭建的线路失误, 而面临着生命只剩下二十多个小时的困境。 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罢, 事已至此都只能被迫面对。 冷酷仙境里的我不自由, 仿佛一切都被剥夺, 身体, 大脑, 甚至是生命, 充满了不能控制自己命运的无奈和孤独。 就像主人公我自己说的, 我的主体性一开始便没被人放在眼里。 然而, 冷酷仙境里孤独的人不止我一个, 图书馆的女孩, 粉红泡女郎, 甚至是奇怪博士, 虽然内容形式不同, 但都逃不开, 孤独的本质。 图书馆女孩的丈夫, 因为在公交车上多看了别人一眼, 被人无端用铁花瓶砸死。 她一个人住在一个空洞的大房子里, 在孤僻的图书馆工作, 不想去当要跟很多人讲话的老师, 或者别的什么。 最重要的是, 她是一个未扩张的女孩, 也就是说, 食量其大, 但是体重不见增长。 你先不要羡慕, 因为按照村上的用意推断, 这可能是一种神经性的贪食症。 人们在经受压力, 想要宣泄负面情绪的时候, 往往会希望借助于暴隐暴食这个通道。 久而久之, 就会形成这样一种神经性的贪食症。 可见, 看似温柔闲尽的图书馆女孩, 内心也充斥着无尽的孤独和空虚。 虽然被压抑, 但却真实存在, 需要借助一次又一次的饕贴盛宴来暂时填满。 主人公我在得知自己, 二十多个小时之后即将永远离开这个世界, 就见了图书馆的女孩最后一面。 两个人在意大利餐厅吃饭的情形, 令人印象深刻。 她们大快朵頤, 不停地夹菜。 食量之大, 连餐厅的服务员都开始提醒她们, 餐厅的菜式分量相当大。 我是因为刚从地下上来, 两天没有怎么进食, 体力相耗大。 然而这样强烈的饥饿感, 并不仅仅因为真的饿到了什么程度了, 更出于我需要通过进食这一过程来排解压力, 寻求安慰。 而图书馆的女孩随时都有巨大的胃口。 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看那个奇怪博士的孙女, 胖的可观的粉红色女郎。 女郎总穿粉红色, 从头到脚, 连内衣都是粉红色。 她说是因为祖父说她穿粉红色好看, 就一直这么穿了。 再说她的胖, 也是因为祖父喜欢胖成这样的女孩, 所以她要很努力地保持身材, 包括吃很多的脂肪, 巧克力和奶酪。 她好像只听祖父的话, 像个没有思想的胖娃娃。 很小的时候, 她得了一场不太严重的病, 在医院里满怀期望地等待着父母和哥哥来看她。 等来的, 却是家人在来的途中因为车祸, 全部丧生的消息。 在祖父, 也就是奇怪博士的安排下, 他没有去学校读书, 而是在家学完了一切有用的知识。 不但精通好多门外语, 钢琴弹的也是出神入化, 而且还精通股票, 赚了好多钱。 况且那次博士遇险的时候, 主人公我说是去帮忙营救博士, 实际上都是粉红女郎, 一路见鬼杀鬼, 机智勇敢地引路, 才得以成行。 然而, 这样一个十七岁的妙龄少女, 竟然也是身居简出。 祖父在地下室的时候, 她就一个人生活, 最喜欢超级市场, 但而空洞, 自己管自己, 不用跟人说话。 好像对跟别的同龄的男孩子谈恋爱, 也没有什么兴趣。 而她的祖父, 那个看来无所不知的奇怪博士, 又何尝不孤独呢? 这是一个科学狂人, 大脑生理学研究领域最有干劲的科学家, 在大脑知识的深度上, 无人可以匹敌。 无论什么领域, 立于最高处, 恐怕就是孤独。 她认为发表学术论文, 或者在学术会上做报告, 那是傻事。 她对钱无所谓, 也不愿意受制于组织或者她的对手, 他们任何一方。 所以她在黑暗的地下搞出了一间研究室, 常常在里面一待就是好几个星期。 只有各种动物的白森森的头骨与她为伴, 她越是自得其乐, 我们越觉得孤独感渗入骨髓。 她发现了组织要求她做的大脑实验可能出了差错, 会危机受试者的生命, 提出立即停止, 却被强硬驳回。 只能无力地对唯一的幸存者主人公, 我, 说了一声抱歉。 主人公我和胖女郎找到被困的博士, 最后一次离开的时候, 我从地下幽暗的光线中看去, 博士比我初见时苍老多了, 皮肤松弛, 头发活脱脱地像栽措地方的植物似的乱蓬蓬的一团, 脸上到处是褐色斑点。 天才的科学家也罢, 终究会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老人, 然后孤独地死去。 冷酷仙境中的每个人看似完全不同, 却都被打上了孤独和空虚的烙印。 这样的安排自然是村上春树刻意为之, 当然也和当时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日本国内经济快速发展, 迅速跻身为资本主义强国之列。 然而, 工业发展和物质充裕的背后, 却潜藏着人文精神丧失的危机。 在《村上春树》的小说中, 几乎所有的主人公都不需要为生计疲于奔命。 然而, 物质的富足并不能带来精神的风雨。 从《楚女座》且听风吟开始, 《村上》的小说当中就常常弥漫着, 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裹挟之下, 个体的存在感被剥夺, 自由意志被严重压抑的孤独和无助。 就像《冷酷仙境》中的我, 总是完全不能自主地被迫卷入一个又一个的麻烦之中。 组织擅自提取了我的意识, 并将之用于危险的实验。 我呢, 如同一个傀儡一般被人任意摆弄, 却毫不知情。 其他的每一个人设, 也正如我们所说, 无不处在空虚和孤独之中, 个体的主体性渐渐消失, 自我失落在现代社会的滚滚巨轮之下。 议者林尚华曾经指出, 《孤独、无奈、失落与寻找的周而复始, 超然与介入的此起彼伏, 是村上文学的主体之一。 在这本《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中, 主人公我要找回在冷酷仙境的失落的自我, 需前往我自己的意识所构筑的世界尽头小镇。 好了,以上就是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冷酷仙境中的每一个人, 在现实社会的裹挟之下, 不由自主地丧失了主体性, 感到莫名的空虚和孤独。 村上春树正是以此, 讽刺了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暴力性。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本书的第三个重点内容, 《世界尽头的自我寻找与救赎》。 博士最后告诉我, 我在冷酷仙境的生命还剩下二十多个小时, 之后将进入我意识底部的世界尽头, 并不忘提醒, 你大概可以在那个世界挽回你在这里失去的东西, 已经失去的和正在失去的。 在冷酷仙境, 我像一个傀儡任人摆布, 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而我在意识构筑的世界尽头小镇中, 我可以自己选择。 世界尽头开始的一切, 来自于冷酷仙境的投射。 这两个世界仿佛是重合的, 重合地方在于, 在我进入小镇的时候, 影子被割下, 影子承载了记忆, 割下影子就是剥夺了记忆。 记忆正是和自我连在一起的, 或者说, 记忆决定了自我, 所以说, 剥夺了记忆, 也就被剥夺了自我。 这和冷酷仙境中, 我被组织作为试验品, 进行了脑手术, 而被剥取了记忆的情节, 是遥相呼应的。 和我分离的影子一般活不过冬天, 影子死后, 我的心就会消失, 而那些影子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死去的人, 心就不会消失。 这里心就是和记忆, 也就是影子紧密相连的自我。 世界镜头中, 我的邻居老大笑说, 心一旦消失, 也就没有失落感, 没有失望, 没有失去归宿的爱, 剩下的只有生活, 只有安安静静, 无风无浪的生活。 失去自我的人最终过的, 可不就是如行尸走肉般的生活了吗? 在代表记忆的影子的提醒下, 我意识到, 这里并不像我所看到的那么寂密安宁, 反而是不正常的, 因为看似与世无争的寂密之下, 依然有不易察觉的暴力存在, 就像人人都被剥夺了心, 放弃了自我, 成了无欲无求的提线木偶。 这是世界镜头对于冷酷先进的投射, 是两个世界重合的地方, 无一例外, 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让自我丧失的社会暴力。 按照影子的方案, 我们计划一起出逃, 然后正在要成功逃离之际,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世界镜头的小镇 其实是我自身创造出来的。 事情在这里出现了转机, 受外界控制的冷酷先进中, 我没有任何反抗外界暴力的能力, 无从选择, 只能被迫接受。 而在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镜头小镇, 我就有了自己说了算的能力。 先是, 因为我强烈的自我意愿, 所以得以帮心爱的图书馆姑娘, 成功找回了她的心。 然后我按照影子的愿望, 送她回到原先的世界, 让她活着, 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心。 最后关头, 我选择留在此地, 和图书馆姑娘一起生活在森林里, 因为这里是我创造出来的, 我不能对自己擅自造出的世界和人们不管不顾, 我必须对我做的事情负责到底。 我恪守本心, 选择留在森林里, 慢慢寻回失去的回忆, 进而达到自我的修复和统一。 有评论对于这样的结局不满, 认为主人公, 我, 最后决定留在世界尽头, 是一种消极蔽世的行为, 在现实世界中自我无法伸展, 只能够躲避在内心世界当中蜷缩不前。 而更多的人觉得, 最后的结局是值得庆幸的, 主人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心, 退缩在世界尽头小镇, 过着行尸所肉的平静生活, 而是选择了去森林, 从事艰苦的劳动, 成为有心, 也就是有自我的人。 过程也许艰苦, 结果也不一定能够尽如人意, 但是至少我还保有心, 还拥有爱, 还能够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主人公我要去的森林, 在村上春树的作品当中, 是一个特别的存在。 挪威的森林里说,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 或许我们从来都不曾去过, 但它一直在那里, 总会在那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森林代表人最终的心灵归宿, 我去到那里, 重新成为我自己, 获得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村上借此请醒世人, 在现代忙碌生活当中, 每个人都要留心困顿的生存现状, 和枯萎的精神世界, 启发我们要关照自己的内心世界, 从中获取自我修复的能量。 从这个层面上, 我们所感知到的, 不再是冰冷残酷的压迫, 而是从容淡定的暖序。 好了, 说到这里,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重点。 首先我们讲到《世界镜头与冷酷仙境》 这本书的故事梗概, 这是一个主人公我, 在两个虚拟难辨的平行世界当中的奇幻之旅。 我在更接近现实世界的冷酷仙境中, 是一名为组织工作的计算师, 组织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对我进行了脑手术, 夺取了我的记忆, 控制了我的思维, 并且因为程序植入错误, 我的生命也被剥夺, 转而进入世界镜头。 世界镜头是冷酷仙境的投射, 在很多意向上有重合的地方。 不同的是, 在世界镜头, 我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因为这是我自己内心创造的世界。 最终, 我选择让代表记忆的影子独自逃生, 然后和心爱的人在艰苦的森林里完成自我救赎。 其次, 我们讲到了在冷酷仙境中, 包括主人公我在内的每一个人, 都受到社会暴力的裹挟, 丧失了自我, 内心空虚而孤独。 主人公我是一个离异单身的技术宅男, 没有亲人朋友, 除了工作, 闲有社交。 他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 被夺取记忆, 控制了思维, 最后连生命也被剥夺。 我作为人的主体性, 从来没被庞大的社会放在眼里。 而小说当中的其他主要人物, 图书馆的女孩, 粉红炮女郎, 甚至是无所不能的奇怪博士, 虽然生活的状态, 表现形式都不同, 但都逃不开孤独的本质。 最后我们分析了世界镜头小镇, 作为冷酷仙剑的投射, 一些特殊的意向的含义, 比如影子代表记忆, 影子被割掉, 对应记忆被夺取, 而心代表自我, 心的消失对应着自我的丧失。 森林代表最终的心灵归宿, 我和重新获得新的图书馆女孩, 去到了那里, 成为了我们自己, 获得自我的救赎和成长。 从小说的结尾, 我们大胆地推测, 村上写作的善意, 岂是我们可以努力的方向。 在这本《世界镜头与冷酷仙境》中, 村上借我之口, 说出了, 我除了成为我自身, 别无选择。 我自身无处可去, 我自身待在这里, 总是等待我的归来。 这样的话, 给出了他明确的价值观, 人只有先找到自我, 才能够真正地把握世界。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换, 当一个人能够正确地认识自我的时候, 他便不会将自己的境遇全然地推为给外界环境, 而是内向求索, 不断完善和升华自我。 而整个社会的精神头, 也正是从一个一个独立个体的自我完善进程中, 得到不断地发展进步。 欢言之, 所谓世界尽头和冷酷先进的故事, 传达的其实是, 对于先进步冷酷, 世界无尽头的美好愿望。